全能的上帝 是創造天地的主 祂的能力顯為至高 祂的威嚴全遍全離 祂奇妙的作為 將顯為天地的主 在整個浩瀚的宇宙 令人讚嘆不已 上帝創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祂每一樣的創造 都向人類顯出上帝的美善和能力 上帝創造出各種各樣的植物和動物 然後上帝用地上的塵土 創造出第一個人 將生命的氣息吹在祂鼻裏 祂就成為了有靈性的活人 這個人叫做亞當 上帝拿出亞當的一條肋骨 用祂做了另一個人 作為亞當的妻子和同伴 這個就是第一個女人 叫做霞娃 上帝創造人的時候 將自己一些屬性給人 好讓人能夠享受 與祂親密的關係 他們就是一個美麗的原子伊甸園 和上帝幸福地在一起 當時世界上沒有痛苦和死亡 上帝對人說 在伊甸園裡其他樹上的果實 你都可以吃 除了一棵樹上的果實 你不可以吃 你如果吃就一定會死 但是有一天 魔鬼引誘夏娃去吃不應該吃的果實 夏娃不單止自己吃了 還被她丈夫吃了 他們這樣做就是犯了罪 因為上帝是聖結的 所以人和上帝親密的關係就破裂了 上帝把亞當和夏娃趕出伊甸園 他們因為不信服就有這樣的下場 而且死亡都臨到他們 亞當和夏娃的後代 也因此經歷痛苦和死亡 但是上帝很憐憫人類 繼續深深地愛他們 上帝為人預備了一條路 讓人能夠重新回去他那裡 和他恢復親密美好的關係 和他一起生活 上帝在聖經裡面 已經將救贖人類的計劃告訴人 就是上帝不會按照著人 該受的刑罰來處拔人 而是讓自己的獨生子替人受刑罰 聖經裡面記載 上帝在古時候 向住在中東的一個人 顯明他救贖人類計劃的一部分 這個人叫做阿伯拉罕 他相信上帝尊敬上帝 上帝答應要祝福他 賜給他一個兒子 讓他的後代 將來要像海邊的沙 天上的星一樣數不清 上帝要通過他的後代 來拯救各個國家 各個民族的人 阿伯拉罕相信上帝 因此上帝就算他是一個義人 也都將他當作自己的朋友 有一日 上帝要試驗阿伯拉罕 看看他是否真的信上帝 服從上帝的命令 上帝叫阿伯拉罕 將他心愛的獨生兒子 當作祭物獻給上帝 阿伯拉罕知道上帝會透過這個兒子 賜給他很多後代 因為他相信上帝這個應許 就決定信服上帝 於是他打算殺了自己的兒子 當作祭物獻給上帝 阿伯拉罕舉起把刀 但是上帝說 阿伯拉罕 不要傷害你的兒子 現在我知道你的確敬畏我 願意信服我 上帝在附近預備了一隻公山羊 這隻羊的角被小樹叢卡住了 阿伯拉罕就過去捉住羊 將他代替自己的兒子獻給上帝 上帝預備這隻羊 代替阿伯拉罕的兒子死在祭壇上 這樣就向阿伯拉罕顯明了上帝對人的愛 上帝愛人 就好像父親愛自己的孩子一樣 上帝通過這件事 向人顯明他拯救人類的計劃 就是上帝要自己預備一隻代罪羔羊 替我們的罪死 上帝也向古代很多先知 顯明他要派自己的獨生子 代替阿當的後代死 除掉我們的罪過 上帝付出最昂貴的代價來拯救人類 誰願意相信上帝的獨生子 是為他的罪而死 願意接受上帝的拯救 就能夠和上帝恢復親密的關係 先知也稱上帝的兒子是尼賽亞 意思就是被上帝高末的救主 上帝派尼賽亞來救人 做他們的王直到永遠 在尼賽亞來到這個世界之前 一千多年裡面 很多先知說到他將要做的事 和將要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先知大衛王說 上帝將要宣告尼賽亞是他的兒子 其他的先知也都用 上帝的兒子這個詞 說明尼賽亞和上帝的親密關係 他們也都說到尼賽亞 要做人的救主同皇 先知以賽亞預言說 必有同精女懷孕生子 要幫她改名叫以馬內利 就是上帝和我們同在的意思 先知也都在聖經裡面寫明 尼賽亞將要出生在以色列的百里行程 他將要騎著路作為王 進入耶路撒冷 他親密的朋友 要為三十塊銀幣而出賣他 他將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來拯救人類 但是上帝要使他從死裡復活 並且使他升天 回到上帝的右邊 將來他要加住魂回來 上帝要給他權定 審判全世界 並要永遠作王 二千年前 有一個叫耶穌的人來到這個世界 他的一生都應驗了 眾先知在聖經裡面 對尼賽亞的語言 這一部影片根據聖經的記載 告訴我們耶穌是誰 還有他講過的一些說話 和他做過的一些事 在這部影片裡 有一個演員扮演耶穌 其實沒有一個人配演耶穌 但是為了讓人了解耶穌的生平 為了讓人能夠接受上帝 應許的拯救和祝福 所以我們最終都是拍了這部影片 提阿菲羅大人 我將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整理好 然後寫成書給你看 希望你能夠知道事情的真相 當海撒亞古士督做了羅馬皇帝 希律王統治猶太散的時候 上帝猜遣天使加伯烈 去到拿薩勒的一個小鎮 探訪一個少女 這個少女的名字叫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不用怕 你在神的面前已經蒙恩 你將要懷孕生子 可以替她改名叫耶穌 我還未嫁人 怎麼可以這樣呢 聖靈要降臨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會任備你 所以要出生的嬰兒 是神聖的 她必要被稱為神的兒子 於是瑪利亞就去了 猶大探望她的親戚伊麗莎白 伊麗莎白也很奇妙地有了寶寶 伊麗莎白 瑪利亞, 你好馬 女人之中, 你真是最有福的 你肚子裡的寶寶也是最有福的 我一聽到你跟我打招呼 我肚子裡的寶寶就開心到在這裡跳了 我的心, 尊主為大 我的靈, 是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從今以後 世世代代代都會說我是有福的人 羅馬皇帝頒布了一條命令 要全國的人辦理人口登記 包括了加利利和猶太 兩個附屬於羅馬的省份 所有的人都要馬上回去 他們出生的地方登記 不得而誤 於是瑪利亞和她的未婚夫藥室 便去到伯利行登記 但因為雷店早已走門 他們只能找一個馬房暫住 在一個晚上 有一群牧羊人在附近的郊外放羊 有天使向他們顯然 上帝的榮光照著他們 今天在大衛城裡 有位舊主為你們而降生 他就是主基督 牧羊人馬上趕入城 見到剛剛出生的嬰兒 躺在馬槽上 於是他們便把舊主降生的好消息傳出去 去吧 七天之後 就在一個嬰兒行割禮的日子 藥室和馬利亞起了個名叫耶穌 他們還帶耶穌去耶路撒冷 將祂奉獻給上帝 在聖殿裡有一位健成的人 祂得到聖靈的啟示 知道自己在離世之前 將會見到基督 祂就是世面 主啊 現在可以讓祂的伯人 平平安安地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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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到主的救恩 祂是主所選選的 神祝福你們 他們按照摩西的律法辦完一切所規定的事之後 便離開了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 我們看到耶穌十二歲的時候 約瑟和馬利亞帶祂到耶路撒冷過瑜月節 在回程的時候 他們以為耶穌在同行的人群當中 但後來發現不見了祂 於是他們就回頭找祂 在第三天 終於在聖殿裡找到祂 耶穌坐在猶太的教師中間 這位究竟是誰的兒子 他和我們一起 他沒有跟著我們走 請你們原諒他 他們都經驗耶穌的問題 兒子, 你為甚麼會這樣 你爸爸和我找得你很辛苦 你們為甚麼要找我 你們不知道我應該在我父母家裡嗎 耶穌就和祂父母回到拿撒勒 祂的智慧和身體都一起增長 生得上帝和人的喜愛 他們會怎樣 羅馬皇帝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調彼拉多是由猶太巡富 希律是加利利王 亞那和蓋亞法是大祭司 上帝傳給對於野外的約翰 祂走遍十多彼河一帶全道 勸人悔改 接受洗禮 洗罪得赦 離開你們的罪 接受洗賴 上帝就會赦免你們 正如先知 以賽亞在聖經上對你們說 在抗野有人大聲鼓哭 說要準備好主的道路 要為主收藉他的路 抵花深谷也要填滿 大小山崗也要被雙瓶 翻曲的道路要收直 毀驅的要二瓶 因為全人類 也要看見神的救恩 我們怎麼做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怎麼做 你們簡直就是毒蛇的種類 你想我們怎麼做 你們凡有兩件衣服的 就要分一件給那些沒得穿的人 凡有東西吃的 要跟別人分 是 徒師 我是做收稅的 我應該怎麼做 天旗不要收多過規定的稅 那我們怎麼辦 應該怎麼做 不要恃強靈藥 勒索金錢 不要做假見證 陷害人 要滿足於 已經有的良向 你們是不是 基督 我只是用水 和你們施食 但是有一位能力 讓我更大的將要泥毒 我就算和他解鞋擺 也沒有 他將要用聖靈動火 為你們施食 他要清理他的禍場 把墨池收藏在蒼殿上 然後把湖用火燒散 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 形狀就像一隻白鴿 天上有聲音說 你是我愛子 我喜悅你 耶穌開始傳道 當時祂大約是三十歲 祂被聖靈充滿 從約旦河回來之後 聖靈就將祂帶去沙漠 在那裡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完全沒有吃過東西 魔鬼就對祂說 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就將石頭扁成餅子 聖經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而是靠神的一切說話 魔鬼就帶祂上一座高山 將天下萬國寺給祂看 你們一切權勢和財富 都已經屬於我的 我可以隨意送給我所喜歡的人 只要祂向我下拜 我就送給祂 聖經說 應當拜祂你的上帝 侍奉祂就足夠了 魔鬼又帶祂到耶路撒冷 要祂站在聖殿的墊頂上 如果你真是神的兒子 就讓祂來這裡跳下去 聖經說過 主會吩咐天使保護祂 他們會用手托著你 那你不會跌在地上 跌傷雙腳的嗎 聖經說過 不要試探主 你的上帝 耶穌來到祂長大的地方 喇薩辣 耶穌來到祂長大的地方 喇薩辣 你好嗎 當安息日時 祂照慣禮去會堂聚會 有人請祂去宣讀 先知以賽亞的書 有人請祂去宣讀 先知以賽亞的書 聖經說過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揀選我 命令我向窮人傳福音 拆開我宣布被老的德釋放 盲眼的可以看見 受欺壓的德自由 宣布上帝 越納人的恩典已經來臨 他真是說得很好 這裡是前世蔡亞書的 他真是一個好路線 你們所聽的這段經文 今天已經應驗了 什麼? 經文應驗了? 只有來塞牙 才能實現這個諾言 你們怎麼知道? 我知道你們會引用這類俗語說 醫生 你醫治自己吧 又說 你在加伯龍行的神聖 應該要在這裡行給我們看 我告訴你們 才知道在自己的鄉下 不會受歡迎 耶穌所讀的經文 表示祂是尼塞牙 上帝的受告者 被差遣去拯救上帝的子民 但猶太人不能夠 接受祂就是尼塞牙 他們想推祂到懸崖 但祂就很安然地走了 離開了他們 他回到加利利的一個城市 加伯龍 羅馬人的勢力日漸擴張 周圍都有他們的勢力 所以猶太人都很期待 尼塞牙 來救他們脫離暴政 西門,你好嗎 老師,你好 我可以上船嗎?西門 我當然可以 說給我們聽 他不是這麼快要走嗎? 麻煩你,說給我們聽 說給我們聽 有兩個人去聖殿祈禱 一個是宗教領袖 一個是收稅的人 那個宗教領袖站著祈禱說 主啊,我感謝你 因為我不像別人這麼貪心 這麼不誠實,又淫亂 感謝你 因為我不像那個收稅的人 我每星期禁食兩次 又奉獻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那個瑟利就離遠地站在一旁 他連惡膏頭看天都不敢 只用自己的心口說 主啊,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告訴你們 在上帝眼中被稱為異人 是那個收稅的人 並不是那個宗教領袖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悲 凡自我降悲的必升為高 把船搶去水深的地方 你跟他們落網打雨吧 老師,我們辛苦了一整晚 甚麼都打不了 既然你這麼說 我們就落網吧 大哥,楊瀚 大哥,讓我看 這裡的船搶過來 快點,放手 你看看有多少魚 快點 好多呀…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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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快點 真是好 快點,快點 好,快點 好,快點 好 神父, 求你離開我 我是那個罪人 不用怕, 以後你會得人 像得羽一樣 你們靠近我 專心聽我說 就必活著 當趁上帝還可以尋找時尋找祂 相近時求告祂 我人要當離開自己的道路 不疑的人 要除去自己的意念 歸向上帝 上帝就必連勻祂 赦免祂 你們要開開心心地出去 平平安安地回來 祂來了, 看看 耶穌 耶穌 求祢救救我的獨生女 求祢好心 祂只有十二歲 祂快死了 祢救救祂 拜託你 不好意思, 你的女兒已經… 耶穌 既然如此 就無謂麻煩耶穌 不用怕 你們只要相信 祂就會康復 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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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還沒死, 他只是睡著了 小孩子, 起床 讓他吃點東西 你們記住, 別說這件事讓人知道 過了不久, 他見到一個收睡的人 他叫做尼味, 又叫做馬太 他只在睡關裡收睡 你跟我來 他叫做也叫做馬太 他叫做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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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上山 整晚都在向上帝祈禱 到了天亮 就叫門徒來選擇十二個仕徒 西門 又叫做彼得 他的兄弟安德烈 雅各 約翰 菲力 巴多羅馬 馬泰 多瑪 阿勒肥的兒子雅各 激進黨員西門 雅各的兒子又大 復拜後來 成為本徒的家勒忍 又大 雅各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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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的人有福, 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 飢餓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將要飽足。 哭泣的人有福, 因你們將要歡笑。 有人為了人子而憎你們, 侮辱你們, 將你們當作壞人, 你們有福。 在那些日子, 你們要歡喜, 因為你們在天上必得到寵賞。 以前他們的祖先 亦如此對待先知。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我只有這麼多。 什麼?你只有這麼多? 你們負足的人有禍, 因為你們已經享救福。 不想發財, 是不是傻的? 你們現在已經有禍了。 你們的歡笑 將會變為愛哭。 當人們只說你們好時, 你們就有禍了。 因為他們的祖先 亦如此對待假先知。 但是聽我講道的人, 要愛你們的敵人。 你們要善待恨你們的人。 為奏助你們的人祝福。 為侮辱你們的人祈禱。 成功, 人惹了そんな不少。 天,兒子 を更薄非想。 爺 如果有人取薦你的臉額。 就連那個臉額也再給你了。 如果有人取薦你的臉額。 救福人給你還 Over throat。 有人搶了你的東西, 別想著拿回來 你想人怎麼對你, 你就要怎麼對人 你只是愛你的人, 有什麼好處呢? 罪人也會這樣做 你只是對你好的人好, 又有什麼奇怪? 罪人也會這樣做 你怎麼碰他? 怎麼可以跟他說話? 真討厭 你們要愛你的敵人, 好好對他們 借錢給別人, 不要望他還 這樣你們必得到重賞 而且還可以做至高者的兒女 因為他以仁慈對待邪惡的人 所以你們要仁慈, 好像你們的天父一樣 救我們吧 不要批評人, 免得被人批評 不要定人的罪, 免得被定罪 要原諒人, 上帝就會原諒你們 主啊, 告訴我們, 應該怎麼做 你給別人, 上帝就會給你 因為你們給人多少, 也會得到多少 盲眼的人怎麼可以帶盲人走路 如果這樣, 兩個人就一起掉進洞裡 你怎麼只是看到別人眼中的刺 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木頭 好嗎? 教我們吧 我們需要你 你媽媽有你這個兒子, 真是幸福 那些聽上帝的話 而有遵守的人, 豈不是還有科嗎? 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你以為他真是... 彌彩雅? 這個法利菜人請耶穌和他一起吃飯 於是, 耶穌就去了他家裡 你有沒有看到耶穌行神職? 說了, 沒人相信 小朋友, 你們可以走了 你聽到我說甚麼?走 他們是白眼, 但也很乖 好, 他來這裡幹甚麼? 我不知道 小朋友 他怎麼疑啊? 好 如果他真的才知道 他應該知道這個女人是一個怎樣的人 小朋友 也應該知道他的生活是多不檢點的 世門, 我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有事跟你說 有兩個人欠一個財主的債 一個欠五百個銀幣, 一個欠五十個 因為兩個都無力償還 所以債主就不用他們還了 你以為誰會愛他多一點? 我想當然是欠他多一點錢的人 沒錯 你看看這個女人 我來到你家裡 你沒有給我洗腳 但是她用眼淚洗我的腳 一用頭髮抹乾 你沒有親吻我 但是她不停地疼我腳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 但是她用香膏抹我的腳 我告訴你 她表達的愛 證明她的罪已經被赦免了 因為被赦免少的 表達的愛也少了 她的罪已經被赦免了 你現在可以平安回去了 耶穌走遍各城市的鄉村 耶穌走遍各城市的鄉村 傳讓天國的福音 十二個門徒跟著她一起 還有婦女曾經被鬼附 亦都醫治好 像末達拉的瑪利亞 希律的管家 婦殺的太太約阿娜 和蘇撒拉 希律就是羅馬所指派 統治加利利的王 將司使約翰拉去坐牢 因為約翰批評過她 娶了她的弟父 好 怎麼樣? 當我們去到拿恩城的時候 一群聖笨的人經過 死者是一個寡婦的獨生子 耶穌看見她 就很同情她 她碰著棺材 然後就說 年輕人, 起來吧 那個年輕人坐了起來 耶穌把她交給她媽媽 跟她說 你是不是聖經所預言的舊主 還是要等另一個呢 是 老師 老師 施洗約翰叫我問你 你是否預言中的舊主 還是還有另一個呢 你們把所見所聞告訴約翰 甚至盲眼的可以看回事 低腳的可以走回路 那些相信我的人一定有福 你不會看見了 好嗎 你不會看見我 上來的肩膀吧 不用, 別看了 他就是先知 他就是先知 你來吧 你看看 有個殺種的人去殺種 他殺的時候 有些種子落在路邊被人踩踏 雀鳥又飛來吃光 又有些落在石地上 一出來就敷乾了 因為得不到水分的滋潤 有些種子落在荊棘裡 荊棘跟牠一起生長 阻止幼苗成長 有些就落在好的泥土 令牠發芽生長 結出一百倍的修成 老師,你經常用比喻 這個比喻是甚麼意思 因為天國的奧秘已經被你們知道了 其他人就用比喻 因為他們看又看不見 聽又聽不明白 這個比喻是甚麼意思 總子是上帝的道理 落在路旁的總子就是聽了道的人 魔鬼馬上把道理由他們心裡搶走 不讓他們恩信上帝的道理而得救 落在石地的總子就好像人很開心地接受了真道 但因為根紮得不深 他們只是信了一陣 信心一受試煉 就馬上跌倒了 那些落在荊棘裡的總子 是指聽了道的人 因為被今生的憂慮、財富和享樂前擾 所以就不能結出果實 那些落在荊棘裡的 就是那些聽了道的人 用一個善良和順復的心來守住 他們堅持到底,最後結出果實 哪有人點著燈,有用東西蓋住它 又或者放在床下底 應該是放在燈桌上 等進來的人都會見到光 沒有東西是永遠不會讓人知道的 任何隱瞞的事也一定會揭露出去讓人知道 所以你們要聽著 因為有的還要多給他 沒有的就連他自己以為有的 都要全部拿 老師,你的媽媽和兄弟在外面 他們想見你 我的媽媽和兄弟就是聽了主的道 有春行的人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一艘船 他跟他們說 我們要去湖的那邊嗎 當一艘船在走的時候 耶穌就睡著了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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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兒 會原來的 來啊 去哪兒是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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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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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雙手 教練 教練 老師, 救我們… 我們快要死, 直船快要沉 快點救我們 救命呀 方公細祖, 延伸了 他們都心靈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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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快要保持救了 賺美主… 你們的信心去了哪兒 他們過了加利利湖 去了對岸的格拉森 耶穌, 只顧上帝的兒子 你想將我怎樣 我靠你了, 你不要騷擾我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一大鬼 求你不要將我們的軍一心怨 求你進去我們 進去果森諸島 回來了 停 停 停 那些鬼就離開了那個人 回來了 進去那群豬裡 你們好, 走 你們這群人, 走 快點離開這裡 走, 快點走 老娘 我很想跟你們一起去 老師, 讓我跟著你 你回去 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快點走 耶穌和門徒 去了一個叫做百賽大的地方 群眾知道了就跟著他去 到了黃昏, 西門彼得就說了 老師, 你叫他們走 讓他們可以去附近的村莊 自己找些東西吃,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這裡很偏僻 不如給他們吃吧 我們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 感謝主, 感謝我們的天父 魚就是個大軍王 賜給我們豐足的食物 神職, 講得盡信了 神職 神職 快點吃 小女子 神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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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的身份 他們說我是誰? 有些人說你是思洗若汗 又有些人說你是以利亞 有些人說你是前的先知 現在復活了 你們又怎麼想 說我是誰 你是基督神的兒子 別說這件事給人知道 人家一定要受很多苦 和被人排斥 而且會被殺 但是三天之後 我一定會復活 你們有沒有人要跟從我呢 老師, 我要跟從你 但是先讓我回去 和家人說一聲再見 在上帝的國裡 是不會有人拿著泥扒 但是不斷向後望 如果有人要跟從我 就要捨棄自己 揹起十字架來跟從我 愛惜生命的 反而會失去生命 為我失去生命的 反而會得到生命 就算人可以賺到全世界 但是失去自己 又有什麼用呢 凡是將我和我的道理 看為可恥 將來我在天父和天使面前 回來的時候 也會以祂為恥 你們聽著 你們其中一些人 在死之前 會看到上帝的國 在死之前 有什麼用呢 在死之前 有什麼用呢 後來耶穌帶著 約翰、雅各和彼得上山去祈禱 耶穌祈禱的時候 祂的樣子突然之間改變了 而祂的衣服也變得很白 忽然之間 有兩個人出現和祂聊天 就是摩西和以利亞 他們在榮耀中出現 你將完成上帝的使命 你將會在耶路撒冷上死 他們離開的時候 彼得就說 老師 可以在這裏真好 我們做了三個帳幕 一個給你 比特還未說完 突然有雲遮住他們 門徒很害怕 接著有聲音傳出來說 他是我的兒子 是我選的 你們要聽他的話 老師… 求你看看我的兒子 救一下他… 我只有這個兒子 我求過你的門徒趕鬼 但你趕不走 這個究竟是甚麼世界 這麼沒信心 我還要忍你們忍到甚麼時候 帶你的兒子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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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pergunta 你能完整 你能完整 我可以進去 你真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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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求求你教我們如何祈禱 你們要這樣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福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光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好像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一日賜給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亦赦免 犯得罪我們的人 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挑來冷惡者 你們祈求就會給你 找就會找到 敲門就會幫你開門 因為凡是祈求的就會得到 找的就會找到 敲門的門就會為祈禱打開 你們做爸爸的 當你們的兒子想要魚 你會不會給他毒蛇 他要蛋你會不會給蠍子 你會不會給他 你們雖然不好 都知道要給好東西的子女 更何況天父 又怎會不把聖靈 賜給那些求他的人呢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不用為了生活所需的食物 和衣著而擔心 因為生命比食物重要 身體亦被醫著貴重 你看看那些烏鴉 他們又不殺種又不收割 亦沒有儲存糧食 天父也照顧他們 你們不是比小鳥貴重得多嗎 你們有誰可以因為憂慮 而令自己長命一點呢 這麼少的事你們都做不到 為何還擔心其他事呢 你看看那些白盒花 他們如何成長 他們不用做事 但是在所羅門最威時 所著所大的也比不上一朵花 郊外的草 今天還在這裡 明天就要燒光了 天父也為他們裝飾 更何況是你們呢 你們這些信心少的人 幫助我們增加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 像一顆芥菜的種子那樣 就算你和一棵桑樹說 一棵樹拔出來 集在海裡 他也會這樣做的 特首要纷棒 alar呂 華盛 het 神祖, 神祖, 神祖 引人犯罪的事無可避免 但叫人犯罪的人有和 寧願被人綁塊石 從頸沉落海 好過令一個 卑微的人犯罪 上帝的國似甚麼呢 就像有人把芥菜的種子 種在花園裡 長大成一棵樹 那些小鳥就跑來起囚居住 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為什麼你們會 和羞人和羞人一起吃飯 沒有病的人不用看醫生 有病的人才是要看的 我們不是要叫異人悔改 而是叫罪人悔改 再說些天國的事 還有其他事嗎 你們這群羊仔不用怕 天父很樂意 把他的國給你們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東西 幫助人 把財富積存在天上 在那裡 你們的錢不會花光 你們的錢包也不會破爛 因為那裡沒有賊會偷 又沒有蟲珠 你們的財寶在哪裏 你們的心亦會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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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神跡 過來看, 他很快 是神跡的 神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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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良善的老師, 我應該怎麼做 才能得到永生 你怎麼這麼叫我 除了天父之外, 沒人是良善的 你應該認識十戒的 不可奸任, 不可殺人 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這些戒名, 我自小就開始遵守了 你現在還缺少了一件事 就是買了所有東西 去幫助窮人 你就會在天上有財富 到時候你才來跟從我 但是我們是商人, 很有錢 有錢人要進入上帝的國 真的是難 要落堂穿個針眼 更容易過那些有錢人 進入上帝的國 那誰才能得救 人做不到的事 上帝也可以做到 但是上帝的國 會何時降臨 上帝的國來到 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說 你看, 在這裡, 在那裡 因為上帝的國 是在你們心裡 很快就會很想見到人子 但是你們看不到 人子降臨的時候 就像閃電一樣 從天的一邊 一直照到天的另一邊 但是他才要受很多苦 又被這個世界拒絕 要天地消失 更容易刪除法律裡最微小的一條 很多先知和軍王 都想看你們所看到的東西 但是看不到 又想聽你們所聽到的東西 也聽不到 我們應該怎麼做 聖經怎麼說 你怎麼理解 要愛你的上帝 要盡心 要盡性 盡你的力 盡一切意志 愛你的輪舍 如同愛自己 答得好 誰是我的輪舍 一定不是士兵 那海撒呢 從前有一個人 從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途中他遇到一個賊 搶了他的衣服 又把他打到半死 就丟下他走了 剛剛有一個祭司 經過那裡 看到那個人 又真的運路走 然後有一個利美人經過 看到那個人這樣 就離遠地走了 但是有一個被猶太人 鄙視的薩瑪利亞人 經過見到他 就起了憐憫的心 他用油和酒 替他抹傷口 又替他包紮 然後扶他騎上自己的爐 去旅館 照顧了他整晚 第二天 他就拿了兩個銀幣給老闆 請他照顧他 還說 如果不夠的話 我明天回來給你 這三個人當中 誰是那個人的鄰舍 好心幫他那個人 那你就照樣做吧 讓小朋友過來 我和我一起吧 因為上帝的國 是屬於像他們那樣的人 沒有他們那種單純的信心 就不能進入上帝的國 接待這些小朋友 即是接待我 也即是接待 差遣我的那一位 你們當中 最微小的 就會是最大的 那句話 所謂ог disgusting 目給我的醫生耶穌 神裡 救你 救我 救你 lerini捏出去 照قي 發生何事 �� 罷了 從哪裡來 中藏到勒人 Nabar 好領到遺迴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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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後裔 可憐下我了 你想我怎樣幫你 我想看回事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幫忙嗎 幫忙嗎 靜點 你看 你看 你的信心醫好你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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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真是神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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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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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對不起 耶穌一路走去耶路撒冷 無論去到哪裡 都有一大群人跟著他 問他關於救恩的事情 也想他教導關於上帝國道的事 他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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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就是神跡 這個人真是一個先知 老師 我的主 救我 主 救我們 讚你主 救我們真道 害怕 在耶利哥城 有一個收穆的人 叫薩蓋 他很想見到耶穌 於是就爬上棵樹上面 他是收穆的人 薩蓋 快去下來 我要去你家 我家 誰想去他家 真是很好吃 真是好喝 薩蓋怎麼吃的 謝謝你,謝謝你 拿過來給我麵包 各位,我將我財產的一半分給窮人 如果我騙過誰 我就一定會四倍還給窮人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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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說也沒人相信 收稅的居然會還錢給別人 今天救恩來到這一家 因為這個人是阿巴拉罕的後裔 人子來是要拯救和尋找迷失的人 聽著 我們要去耶路撒冷 因為先知所寫的一切事都會在人子身上應驗 外邦人會棄弄他 和侮辱他 還會用口水套他 又會鞭打他 甚至會殺死他 但是第三天 他會從死裡復活 他會被殺死 耶穌雖然知道 祂將要為世人的罪被殺 但是祂仍然要去耶路撒冷 耶穌要去耶路撒冷 很多人都很開心 甚至宣告祂是王 好 好 我請你 來 我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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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請你 要請你 師父, 叫你的門徒安靜一點 如果他們不說話 就連石頭都會大聲喊 願平安和榮耀歸以至高上帝 耶穌將近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見到一座城就很傷心 但願 今天你會知道有關你的安危的事 可惜你看不到 日子快到了 到時你的仇敵會捉起土壘 死免圍著你 到時他們就會消滅你 你和你的兒女 這個城每一塊石都淋了 因為你不認識上帝眷顧你的時候 耶路撒冷的聖殿 已經不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而變成一個賣賣的地方 五、六、七、八、九、十 百兩、十三、二十、二十、三、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二十、三… 11、12、23… 1、2、2、2、3、1、2、3… 聖經說, 我的聖殿 必會是祈禱的殿 但你們竟然將他變成一個賊斗 他在去那些動物道 不妨礙他… 照顧為… 由於有人宣告耶穌是皇 很多政府官員和宗教領袖 對耶穌越來越反感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人 都想擁護他當皇帝 皇帝? 乞兒、小偷、妓女的皇 好像以前的人說完要說的話就走 沒有人會記得的 你看看 接著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 他們仰慕他 以為他是皇帝 我現在來警告你們 如果他繼續搞亂治安的話 你們就要負責 既然如此 我們就對付那個加利利人 耶穌不斷批評民事和花里塞人的虛偽 所以跟隨他的猶太人就越來越多 但是被他批評的人 就對他越來越反感 耶穌在聖殿上 看到一個窮寡婦奉獻了兩個小錢幣 給多些 你們聽著 這個窮寡婦所奉獻的多過所有人 因為人家只是把多餘的錢捐出來 他雖然是很窮 但是都把所有的錢捐出來 是 告訴我們 你有甚麼權力在這裡說這些話 誰是授權給你的 讓我先問問你 約翰使你的權力是由上帝給他的 還是人給他的 我應該怎麼說 如果是上帝給的 他們就會說 那為甚麼不相信他 如果是人給的 那些人就會用石頭打我們 因為他們相信 要是先知 我們不知道是誰給的 那麼我也不會告訴你 我憑甚麼權柄做這些事 有一個人 將他的葡萄園租給人 然後去了旅行 到了修成的季節 那位元主就叫工人 去那群租戶裡 收回應得的那一份 但是那群租戶就打了一個工人一身 叫他兇手而回 於是那群租戶就派另一個工人去 那群租戶又打一個工人一身 還侮辱他 又叫他兇手回去 於是那群租戶第三次派一個工人去 那群租戶又打傷他 還推他出圓外 那群租戶就說 我應該怎麼做呢 不如派我最愛的兒子去 他們應該會尊重他 但是那群租戶 一看到他來就說 這個是元主的兒子 如果殺了他 他的產業就是我們 那群租戶 說多一點 於是就把他推出葡萄園外面 然後殺了他 那元主會怎麼對付這群租戶呢 他一定會來殺光他們 然後把葡萄園租給其他人 以下聖經這句話又怎麼解釋呢 將人所棄的石頭 以作了防局的頭塊石頭 意思就是說 假裝跌在石頭上的人 一定粉身碎骨 那石頭跌在誰人身上 誰有支離破碎 老師 我知道你教的是合情合理 也明白 你不會重視一個人的外表 只是教人上帝的道理 請問 向羅馬皇帝納粹 是不是違背了我們祖先的法律呢 主啊 小心他們想弄你 拿個銀給我看看 上面黑了哪個人的樣子和名字 海撒 是海撒的 就給海撒 是上帝的 就應該給上帝 你會怎麼回答他呢 現在除敲節快到了 除敲節也就是如月節 耶穌派彼得和約翰 去預備如月節的晚餐 我一直都希望在受難之前 和你們吃如魚節晚餐 我告訴你們 在上帝的國降臨之前 我不會再吃這個晚餐 寫 Guid foods hun 感謝上帝 我們的天父 宇宙的大君王 使葡萄樹結出果子 你們把這杯葡萄酒nyi 分為喝 我告訴你們, 上帝的國離臨之前 我不會再喝這些酒了 感謝上帝我們的天父、宇宙的大君王 你賜食物給地上的人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寫的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這杯是我用的血所立的身樣 為你們所留的 你們看, 出賣我的人和我坐同一張桌子 當然, 人子會按照上帝的安排受死 但出賣人子的人便會有禍 不是我, 我不會做這種事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問問是誰 你們之中最大的其實是最小的 做領袖的應該像是仆人那樣 誰比較大呢 坐在這裡吃東西的那個 還是服侍他那個呢 當然是坐在這裡的那個比較大 但在你們之中 我就像是仆人那樣服侍你們 在磨年中 你們和我甘苦與共 我現在要把我扶賜給我的國 賜給你們 你們要在我的國裡 與我同值 而且還要坐在寶座上 統治以色列十二個支牌 即是沒有叛徒了 西門, 西門你看看 撒旦很迫切地求上帝 想試探你們 就像是龍夫西脈子一樣 來試探你們的信心 但是西門, 我為你祈禱 讓你不要失去信心 你回頭之後 就應該要鼓勵你的弟兄 主, 我準備好和你一起坐牢 和你一起死 你行, 我告訴你 在計題之前 你一定會三次不認我 請客 我們一起去 家裡的東西 沒有錢, 沒有行李, 沒有鞋 有缺少什麼? 沒有, 什麼也沒有 可是現在哪有錢就要帶著 沒有人的也要賣了衣服 我告訴你,聖經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這句關於我的說話 一定會應驗在我的身上 你看,這裡有兩把刀 夠了,夠了 一群長老開宗教會議 商量如何剷除耶穌 在這個時候 撒旦進入加利略人猶大的心 他本來是耶穌十二個門徒之一 他和長老一起想如何害耶穌 耶穌離開耶路撒冷 去橄欖山上祈禱 祈禱 祈禱免得給魔鬼引誘 猶大只是為了三十個銀幣 就出賣了主 耶穌知道自己為人的罪 而死的時候到了 所以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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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Prote有些 Juda monitor 貼神 強行為金 圍滅 祈禱 祈禱 撒旦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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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為甚麼都睡著了 要起床祈禱 免得被魔鬼試探 尤大人 你已親吻了暗武出賣人子 主, 我們拔刀好不好 來, 抓住他, 夠了 真是神跡 你們把刀和棍抓我 當作是賊嗎 我每天和你們在聖殿裡 你們都不抓我 現在到了黑暗掌權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下手 抓住他 看著他 看著他 皇上, 你是不是真的會救我的 你是不是真的會救我們的 這個人跟耶穌在一起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我見過他們在一起 是 天卑的墨人 這樣看著我們 你覺得怎麼樣 你跟他們在一起嗎 哪裡是 哪有鬼 來, 坐著 走著 去吧 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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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不用心了 這個人跟他同一黨 因為他是個嘉利利人 走開 甚麼?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耶穌轉身 看著彼得 然後彼得想起 先前耶穌跟他說的事 在雞蹄前 你會三次不認我 說你不認識我 主 靠你搖廁我 我對不起你 按照你的偉大和能力 赦免我 主 你曾經赦免我們的祖師 背叛你話語的罪 主 雖然你好恨他們 但沒有滅絕到他們 主 因為你愛他們 亦都基於你的誠神和你的藥 你確實赦免他們 誰打你 你猜猜 跟著誰打你 住手 你們住手 就送他去公會 走吧 那些宗教領袖和長老開會 要審問耶穌 告訴我們 你是不是尼在牙 就算我說什麼 你們都不會相信 就算我問你們 你們都不會回答我 不過以後 我就會坐在全能上帝的右邊 你是不是 上帝的兒子 沒錯 你說得很對 誰讓他去說這些話 有罪 我們已經聽到他親口說了 帶他去見比乃多 帶他出去 是呀...帶走他 帶他去見比乃多 走吧 走吧 他們帶耶穌去比乃多的面前 他是羅馬裡最深懇手賴的巡褲 他曾經下令釘死過無數人 你們這麼多人在這裡 一早來做什麼 這個人在這裡煽動群眾 他在聖殿裡引起很多混亂 你會怎麼判他 判他有罪 我找不到這個人 究竟有什麼罪狀 他真的有罪 他到處叫人不要向羅馬王納粹 又說自己是尼賽亞 是皇帝 皇帝? 你就是猶太人的皇帝? 你說得沒錯 他從加利利到這裡都是這樣的 由加利利來? 他是加利利人來嗎? 既然如此 那歐皇帝已交給希率皇尋信 希率皇還在耶路撒冷 帶他去那裡 kolok 為何你自知? 你自知你是誰? 你們的門徒是甚麼人 他們說你懂得行神跡歧視 走來看看吧 大人 他詆毀我們所有的人 還說自己去皇帝 這個人 是皇帝 皇上陛下 好好地打他 送他回比拉多,這個地方是他管的 麵包 既然然是皇帝 王帝 他跟皇帝 他媽的 這個人, 他所犯的罪是不至於死的 現在我又叫人鞭打他, 然後釋放他 每逢這個節旗的時候 你朝來也會釋放一個人 不如釋放巴拉伯 是, 放巴拉伯 然後殺了這個人 釋放巴拉伯 釘死他 是呀, 釘死他 你…你, 誰打他 死他 洩人… 比拉刀, 你還等甚麼 快點, 他來救他 他是耶穌 快點 死他… 你為甚麼要這樣拯救他? 我告訴你, 他是離開的 他做錯了一件事 把他拉上去 於是,彼拉多宣判耶穌死刑 依照他們的要求 把那個殺人犯巴拉巴放了 又把耶穌交給他們 釘十字架 走開,走開,走開 走開,走開 走開,站在那邊 走開 走開,不要緊 走開,來 走開 起來… 是,你 你叫什麼名字? 去古里羅人西門 過來這邊 拿出一條繩子 來,你現在斷十字架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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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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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邊,不要妨礙 站在那邊 走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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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們為你很難過 喝了這些水吧 喝吧, 喝一口水吧 耶路撒冷的婦女 你們不用為我難過 反而你們要為自己 和你們的兒女難過 他們對一棵青綠的樹都已經這樣了 何況對那些枯樹呢 聖主幫你 我為你祈禱 走 快過來, 快點… 快點, 走快點 快點, 走 走 走快點, 走快點 快點 快點… 來, 走 快點, 走 快點, 快點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保证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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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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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點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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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他救了別人, 讓他救一下自己 如果你真的離賽亞 快點跳下來 走個神跡給我們看 耶穌被釘在兩個道賊的中間 應驗了幾百年前 上帝的先知所說的預言 這件衣服離錯下穿過的 不要浪費了他 不要穿上衣服 是我的 聽我說的 不如大家抽籤吧 好 來, 抽吧 看誰好彩 誰好彩而已 一定行的 快點 看誰的 一定是我的 我 你真好彩 要怎麼處理衣服 那塊牌寫著 猶太人的王 那塊牌寫著 你自己吧, 猶太人的王 加油… 加油… 不行… methane… assure me ь aún quasi不方便 你是尼財雅 救自己 和我們 你不怕上帝 他跟我們接受同一懲罰 但是... 但是他沒有做錯事 耶穌,當你當王的時候 請你紀念我 我答應你 今天你會跟我一起 去到樂園 由中午的時分 一直到下午三點鐘 天分地暗,黑暗笼罩大地 祖父,在山上 救命,救命,救命 救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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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掛在聖殿裡的象脈 從中間裂開了兩邊 天父 我的靈魂 現在 就交在你手上 當軍隊的軍官看到所發生的事情 就歸於榮耀 就歸於上帝 這真是一個異人 榮耀歸於上帝 阿里馬太城的藥室 在宗教會議中 是一位善良正直的義士 他沒有附和眾人的計謀 他要求比拉多 給他修煉耶穌的遺體 在太陽下山前放在墓園 因為安息的快度 是一位善良正直的 我替你 我帶了香料和油 來高主的身體 等我幫你 快點 安息日快到了 七天的第一天天亮時 婦女準備香廟來到墓地 他們看到墓墓門口的石頭 移開了 他們進去發現 耶穌的身體不見了 你們為甚麼要在死人當中 尋找活人呢 他已經復活了 他在加利利的時候 不是曾經跟你們說過 人子一定會被交在罪人的手裡 釘在十字架上 然後到了第三天就會復活 阿姨, 那個大石撞開了 我們進去發現了主的身體 在哪兒呢 主的身體不見了 有兩個人向我們顯現 是天使, 好光 他們還說 為甚麼你們在死人中 尋找活人呢 是真的 信我了 是真的 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你可以去看看 主的身體真的不見了 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非得, 你相信我吧 你相信我吧 耶穌向兩個門徒顯現之後 他們馬上很緊張地 回去見其他人 主真的復活了 祂向彼得顯現 在路上的時候 我們不認得他 到他抹餅的時候 才認得他 二萬五師, 為甚麼他會去那裡 我呢 願你們平安 你們為甚麼這麼苦惱 為甚麼要懷疑呢 你們看 我的手和腳 是我來的 摸摸摸就會知道 靈魂是無肉無骨的 你看, 我是有的 你們記得嗎 以前我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和你們說過這些事 律法書和善之書當中 關於我的事都已經應驗了 聖經記載說 祈禱必須受害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而且人要奉祂的命 將悔改和謝罪的好消息 由耶路撒冷一直傳到萬邦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詞給你們 你們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 直到有能力 從天上降臨在你們的身上 一樣的東西 詞曲、曲、李宗盛 和口音樂 主祝福你們, 保守你們 主已經將天上地下 所有的拳柄都賜給我 所以你們要去全陽主的道 帶領萬物歸向我 你們要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為他們施洗 並教導他們 遵守我吩咐過你們的教訓 我就會時常與你們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滅命 阿溫 先知很早之前 就在聖經中寫明 上帝要派尼賽亞來拯救罪人 使他們和上帝和好 耶穌的生命 清楚表明 祂就是上帝所應許的救主 先知 以賽亞在聖經中寫 必有同精女懷孕生子 這個應驗在耶穌的身上 上帝的能力使同精女瑪利亞懷孕 他就生了耶穌 正如聖經中的記載 同精女懷孕生子的這個奇蹟 是上帝所給的一個記號 叫人知道這個嬰孩就是尼賽亞 他是上帝的兒子 人看到耶穌就看到上帝的形象和能力 耶穌赦免人的罪 醫治病人 拯救人 使他們能夠進入他永恆的國度 耶穌獻出自己的生命 替全人類承受罪的刑罰 三日之後 祂由死女復活 戰勝了死亡的權勢 耶穌說 我有權定捨棄我的生命 亦都有權定將它拿回來 耶穌的生命 正是和眾先知在聖經中 對尼賽亞的描寫一樣 的確耶穌是上帝的道 通過耶穌 上帝向這個世界顯明祂自己 耶穌說 天地都要廢墟 我的話卻不能廢墟 起初上帝創造人 好讓他們能夠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 但是人不聽從上帝 違背上帝的命令 就犯了罪 罪就將人和上帝分開了 聖經裡面寫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罪的結果就是死 因為上帝是聖結的 所以罪人不能夠活在上帝的面前 正如上帝預備了一隻公山羊 替阿伯拉罕的兒子死 上帝同樣派祂的獨生子替阿當的後代死 令那些相信耶穌的人能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使徒彼得說 眾先知所說的就是耶穌 他們說 凡相信祂的人 上帝必赦免他們的罪 所以凡跟從耶穌的人 就會逃脫地獄的刑罰 並且能夠在天國裡 和上帝永遠地在一起 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對祂的門徒說 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宣告 凡認罪悔改歸向我的人 上帝必赦免祂的罪 耶穌還說 祂要派聖靈來跟從祂的人在一起 教導祂真理 給祂能力 使祂能夠遵行上帝的道 當一個犯罪的女子承認祂的罪 開始跟從耶穌的時候 耶穌對祂說 你的罪被赦免了 因為祂相信我 所以祂得救了 耶穌說 當一個人真是相信上帝 他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了 耶穌叫人跟從祂 凡是願意跟從耶穌的人 可以用下面的討告 來開始恢復 和上帝親密美好的關係 神經病 上帝啊 你是公義的 多謝祢愛我 我違背了祢的命令 犯罪得罪了祢 我很難過 多謝祢派祢的兒子耶穌 來為我死在十字架上 後來從死裡復活 多謝祢 讓耶穌為我所犯的罪 替我接受了刑罰 我願意跟從祢的道 我願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 和我生命的主 多謝祢 赦免了我的罪 讓我能夠和祢永遠地在一起 我求祢賜給我你的聖靈 和我在一起 向我顯明你的道 求聖靈給我能力 使我能夠全心全意地愛你 使我的生命蒙你喜悅 願世界各地的人都來讚美你 阿門 耶穌提到跟從祂的人 祂說 我的羊知道我的聲音 我認識他們 他們也都跟從我 跟從耶穌的人 每日都跟耶穌聊天 學習耶穌在聖經裡的話語 他們學習耶穌的榜樣 和其他跟從耶穌的人聚集一齊 還告訴人們耶穌是誰 耶穌聖天回到自己的寶座之前 曾經說 上帝已經將天上、地下 一切的權兵給了我 你們要確實地知道 我總會和你們一起 直到世界的末了 跟從耶穌的人 應該記住耶穌這個應許